希望之城癌症研究中心日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以及来自全球的来宾 介绍了中心最新创新的血医学CART方面的最新突破 该疗法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抗急癌症 将其改造能够识别还有攻击癌细胞内特定蛋白质的强化T细胞 进而注射到患者的体内以消灭人体内的癌细胞 展示会开始之前希望之城安排专人带领来宾参观的希望之城博物馆 了解这所癌症中心的历史以及在医学界带来的突破和贡献 希望之城随后在举行的展示会上 专家重点介绍了创新血医CART方面的最新突破 根据介绍CART疗法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抗急癌症 疗法先从患者的血医中抽取T细胞 将其改造成能够识别和攻击癌细胞内特定蛋白质的强化T细胞 然后重新注射到患者体内消灭人体内的癌细胞 希望之城在CART疗法中取得了很多的突破 是业内的先锋 我们有好多个第一 比如说我们是第一个做CART临床试验的 然后我们是第一个用CART治疗脑癌的 也是第一个用CART治疗随性白血病 还有我们现在也开了第一个CART治疗前连性癌 还有CART治疗肝癌 所以我们有很多第一 希望之城成立于1913年 是骨髓移植治疗糖尿病和众多突破性抗癌药物的开拓者 希望之城连续12年被评为美国治疗癌症的最佳医员之一 以上新闻由天下卫视记者马骏采访报道